娱乐转圈圈 有多火热了 事实上就算新歌中 没有张艺兴和GAI 其该火爆还是会火爆的 之所以这么说 也是因为吃瓜群众 对于汪峰的这首新歌期待太久了 作为圈里的风向标 每当汪峰发布新歌的时候 娱乐圈总是会出现明星大打瓜 此前郑爽 华晨宇 陈祥等人的瓜 就是最好的说明 凭借着这些圈内艺人的瓜 网友们自然也就对汪峰的新歌 有所关注了 只不过在新歌引起 吃瓜群众热议后 难听这一话题 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相关内容中基本上都是 对汪峰新歌的吐槽 汪峰新歌三个人 直接就是唱出来 三首歌的感觉 汪峰前面那 段Rap听着 是真的难听啊 汪峰老师咱们唱摇滚不相吗 甚至还有人 调侃汪峰的Rap 是跟陈学东学的 由此可见 汪峰的这首新歌 在网络上的争议 有多大了 而就在难听一词 还在热搜榜上 居高不下的时候 汪峰新歌的封面 被网友质疑抄袭 有网友发现 汪峰新歌封面 和散人乐队 2019年发行的 叫换的封面 相似度很高 疑似抄袭 通过网友晒出的对比图 可以看到 两人的封面 不说毫不相干 只能说一模一样了 该消息一出 也就在网络上 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据了解 就在这两天的时候 圈内一人 孟家发布的新歌封面 也被质疑抄袭 当时孟家工作室 也出来道歉 承认抄袭 孟家因此败坏了 许多路人员 如果说汪峰 此次的封面 也是如此的 那不难想象 汪峰的遭遇 基本上比孟家 好不到哪去了 好在随后有网友 询问汪峰新歌的封面设计师 对方表示封面照片 为墨西哥摄影师 Kristen Newman的作品 此前未授权给任何人 用作商业用途 汪峰工作室 于2021年1月 获此作品的版权许可 全球唯一 独家使用 在此之前 有散人乐队曾表示 该封面图片 是公共素材 只不过 按照汪峰峰的回应 那就是说 散人乐队抄袭了 目前对方 还没有针对此事 再做回应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如今网络上的舆论导向 已经没人再关注 汪峰的新歌了 网友们大多都是 抱着吃瓜的心态的 这对于汪峰而言 多少都是 有点本末倒置了 而不得不提的是 汪峰在发布新歌的时候 还自嘲了一把 让大家久等了 瓜吃多了 会撑坏肚子 还是来点横货吧 此外 在昨日晚妻子张子怡 为老公汪峰新歌 发文宣传的时候 汪峰还在留言区表示 明天 还有大事发生吗 现如今来看 大瓜确实是有了 但没想到这个瓜 是自己产出的 也不知道 汪峰现在是何滋味 好不容易上次头条 却被质疑抄袭 多少都是 有点惨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